喂 是不是又星期日了 星期日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做節目 但是沒有人進來 為什麼一個人都沒有 哎呀 兒子等得很不久 我們已經Live了 十幾秒了 你們的人都去哪裡了 今天不是星期日嗎 是星期日了 乖乖乖 我們先分享帖子 我們先等人進來 乖乖乖 Hi Auntie Jerry Hi Gloria 熟口熟面的朋友 大家好 我們繼續等人進來 我們繼續有兩個主持 哎呦哎呦 哎呦 三十個 繼續加啦 人啦 人來啊 我們不夠人啊 冷氣開得很暖氣這麼熱啊 Jimmy 我不是最英俊嗎 HELLO Arian Lee 和David Quan Chao Jun Yang Hi 37 真的摔了 h야 用 negotiated OK 我們今天會說正經的 但呢 要先等人關 如果不然 我們一直在這裡 稍微講到康 wing高彩 他們進來 然後 buying What is going on HELLO 你高點 多年了 J Aj Lenz 第一次見! 這個肥仔 の確坐得多久 Tanya Chow 快點進來...加油...快... 我自己幾分鐘 正正在扯動 廢話加長時 大家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 我是佛教的 佛教是一個很基礎的理論 就是無常 正如這個死胖子曾經瘦到柴子 媽媽要帶他去看醫生 做很多身體檢查 檢查他有什麼事 為什麼會這麼瘦 誰知道一個轉眼間 現在是胖到單手抱不到 另一個無常者 我昨晚那些客人 刻人爭到一個點 令到我簡直想瘋 想殺人 但是今天那個 又是nice 不得知了 這個就是無常 無常就是 沒有東西是恆久不變的 沒有東西是處於一個恆常的狀態 你喜歡的東西也好 你不喜歡的東西也好 它是一樣會變的 它是不會subject to 你的個人意願的 其實你明白無常的道理 和定律 因為無常是否只適合佛教徒 即是你信佛 信死之後會有六度輪迴 所以因為你信才存在 就不是 為什麼不是呢 因為不論你是基督教 天主教 伊斯蘭教 或是其他的宗教 甚至什麼宗教的都沒有 無常一樣是apply在你身上 因為這個叫做什麼呢 是叫做自然界的定律 即是沒有東西是不變的 譬如我跟你說話的同時 死肥仔不斷地動來動去 我又不斷地動來動去 照顧他 你會說 這關什麼無常事 但譬如我在跟你說話的時候 我一直在衰老 你也是 我們的生命一直在消逝 還有周邊很多東西不斷地變化 但是 It's happening right under our nose 即是現在在說話的時候 它正發生 即是衰老也好 感情變異也好 還是 有人 喔 OK 見到Hellickshang的問題 OK 即是所有的事情是 As we are talking right now It's happening 是啊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無常 OK 我昨晚覺得 那幫人真的討厭到一個地步 討厭到 我覺得是很過分 我舉個例子 譬如他們說八個人上來 但最終是來十一個人 然後還跟你說 不要緊 我們share就可以吃 但是 我沒有那麼多位給你 第一 第二就是 其實你沒有想過 你不應該這樣 即是 你沒有問過主人家意見 別人是否同意給你 突然之間 加這麼多 是的 突然之間加這麼多人 別人還要是 別人都要生活的 你是不是這樣是 fair 但今天那個是 非常之 nice 他跟我 我們說了很多 我們說了很多關於生童 說了健康的事情 然後 在我自己個人 有一些困擾的事情 譬如我一棟大廈 給了很多麻煩給我 那方面 他都給了一些很值得 即是很一語道破 和令到你是 驚醒夢中人的說話 譬如律師 他會跟你說 我當然是打他 當然是打 這場官司 你都說 你氣頭上 很容易受到影響 但是 聽完他講 我又覺得 咦 是啊 這樣 將會人進來 我們等到 我們等多一點點人 然後我們就開始了 好嗎 今天有很多事情要說 是的 是的 OK 首先答了幾個問題 第一 就是 如果你們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inbox給我 在生童感受 或者在女王PAM 女王有人問我 如何找到我 就是女王女就是男女的女 王是白字在上面 下面是三滑黃 為什麼我會叫女王 是很多很多很多年前 我第一次做網台的時候 那時候的那位老闆 因為不喜歡我的中英文名 所以要我改這個名 他選擇的 他定的 第一次做網台節目 就已經用這個名 就原用至今 喂 幹嘛你 你上去編 人家剛剛讚完你 好乖 你上去編 不准走 坐在這裡 乖 不要動的 乖 嗯 OK 貴仔 OK 接著加一個PAM P-E-M 是的 好 OK 你們有問題 的確是可以inbox 不論是生童感受 或者是女王PAM給我 我會在節目上回覆你 那 那 那 我今天會 cover 什麼 topic 我會 cover 幾件事 第一 就是 喂 我生童了一段時間 為什麼 我沒有再瘦呢 就是我瘋了 我沒有再瘦呢 那 那我會說幾件事 第二 就是我會說 不要動的 不要動的 Selvie 不要動的 你陪我做節目 真的嗎 你很可愛 大家都很喜歡你 我都很喜歡你 嗯 將手舉高 舉高 對了 這樣 第二個 就是有一篇很短的文 就是這個Hunter Gatherer 就是我們的祖先 那些狩獵和採摘者 叫做Hunter 就是狩獵者 Gatherer 就是走 然後看到 好像可以吃的 就把他拿回來吃掉 那 他們研究他們 而得出 為什麼現代人會肥到一隻豬 就是癡肥的 第三 就是有什麼代糖 天然 或者不天然 是比糖 是應該用的呢 OK 第四 就是油 Cooking Oil 到底是用牛油煮 椰子油煮 乾脆油煮 還是什麼油煮 這樣 希望可以遮蓋 遮蓋不完 你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順著下個星期再說 如果我記得的話 好了 先回答一些簡單問題 有很多很不簡單的問題 但是 喂 不准動的 大蓋子 定定定定 哎呀呀呀呀 嗯 OK 不要動的 嗯 Helix Chen問了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他說 想請問生酮之後 很容易臨睡醒的時候抽筋 這個很簡單 就是 為什麼我一直都說 7-10杯蔬菜 深綠色蔬菜 原因就是你需要Protessium Protessium 即是甲 不要動的 甲 就來自於深綠色蔬菜 Dark Levy Greens 和牛油果 所以這兩樣東西 愛明 是時候放它走了 好 慘慘慘慘 先跟大家說再見 OK 說再見 乖 好了 走了 死肥仔 好了 好了 為什麼你需要這麼多 這個甲 或者是 Megnesium 中文叫做 我不是有腎炎的 因為我壞 對自己不好 沒有照顧自己 抵死 不關人事 是自己的問題 這個時候 始終叫我 不要吃 那麼多炎 但你記得我上一集提過的 叫做 Adrenal Fatigue 即是身上腺疲累 身上腺疲勞 身上腺疲勞的人 很需要炎 而第二種人是甚麼呢 就是 生痛飲食的人 都很需要炎 為什麼 因為 你的身體 從出生到現在 都不是 寶寶的時候 你是在生痛 因為你在喝脂肪很高的奶 當然裡面有乳糖 但是 我們有識性 到現在 又吃虎仔 到現在 我們都是用糖分 作為我們的能源 所以就出事了 因為身體有兩個引擎 你為什麼要廢了脂肪那邊的引擎 只是用糖的引擎 不合理的 整件事 你一顆脂肪細胞裡面 裡面是有膽固醇 也有三酸甘油脂 還要有毒素 你覺得 是不是越燥越多會好 還是 喂大哥 走吧 夠就夠了 不用那麼多 一般現在我們說 有些肉底的人 坦白說 身體脂肪是說三十多 坦白說 到四十多都有 我有個朋友 我知道他有聽過節目 然後我很差 現在在說他 就是 我想怎樣 他是 一個 五尺四寸高 左右的女士 他 他說 我不太胖 但是上磅一百五十幾磅 然後他的體脂肪是四十幾% 我不是真的想笑他 My point is 大部分的人 其實是 under estimate 低估了自己 他體內的脂肪 數量 是很高的 你的脂肪越多 不是代表 越多粒 是代表脂肪越大粒 他越大粒 剛才說了 膽固醇 三酸甘油脂就越多 這個毒素的儲存也越多 所以不要迷信什麼 肥肥伯伯 這些是很不是的 正如大粒有不代表 很長的樣子 我認識的女士 柴這麼瘦 我生了五個 但也有些女士 是很肥很肥 但她經常生了一個 這個跟賀爾蒙有關 肥瘦 不是單純是 卡路里入卡路里出 真的 我們被人監測了一輩子 這麼久 講笑 被人監測了一輩子 都是聽過 你要 每天 都是要 數著 譬如你女生1200 男生2000 但你知道嗎 每個 每個 是不同 舉例 這是我的晚飯 剛剛下班 當然是 看看 這些粒粒不靚 我吃了 這就是我的晚飯 不要滴在電腦裡 這就是椰菜 加菜心 不靚 我又是做給客人吃 我自己吃 這是沖繩的人最喜歡 我又不是沖繩做法 這個是 肥豬腩片 加這個 大蒜 大蒜 大蔥 一條很長的 上面是白色 下面是 青青 綠色 綠色的部分不能用 切絲之後 一起炒 當然是用椰子油 老實說 關於有沒有推介 我要回答你 如果有我真的會說 譬如我自己吃的 我自己用的 我覺得很好的 大蒜 Thank you Hugo 我自己覺得很好的 那我就會推介 但是 如果你問我 鑑螂 有哪一種推介 第一 我在供應員裡叫 我不是在街上買 我是不會在街上買東西 所以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市面上買的什麼牌子 除非我自己實證用過 我是覺得很好 否則我沒得推 因為 也是那句 開頭不是說 我是一個佛教徒 有因果責任 我不是那些 順口開河講的就算 隨便不用負責 你不可以 所以我就不覺得 除非我真的自己試過 覺得非常之好 京聰 Dane Hill說 我常常不知道 那個東西叫什麼 Leak 我們今天會講油的 我有一枝在這裡 我對給你看 我不是特別推介這個牌子 我不是 但我是想說什麼 就是 你看到它寫著 Refined Pure Coconut Oil OK Natural Oil for Cooking 歪了 看到嗎 Refined 重點是Refined 為什麼用Refined Cooking Oil 而不是用 Extra Virgin Olive Oil 或者是Extra Virgin Coconut Oil 提我 待會解釋 提我 OK 因為我忘記自己在說什麼 而且不知道在說什麼 說得很圓 自己一個人可以很High 你不知道以為我 I'm on some kind of weird drugs 其實我不是 我只是一個人說 很開心 因為沒有人搭嘴 還是沒有人搏嘴 開玩笑 好 我剛才在說什麼 之前 這兩碗食材 即使是一樣 都好 它的分別是什麼 它裡面的成分 它的構造不同 我可以回答你 肥豬腩片 的糖 絕對會少過這一碗糖 然後你就說 不是吧 菜 對 菜是有糖分的 所以記不記得我上一集 酒酒地掃 因為我講一下 不知道自己講到哪些 忘記了 就是 我說有什麼 我是可以有酒棧 而Cancer patients 不可以有酒棧 你記不記得 就是椰汁 椰汁是有糖的 OK 我可以酒棧 因為大家例事都是那句 我未驗到我有Cancer 所以就是 有一點點不是太大問題 還有什麼 我是可以酒棧 你們有Cancer 那些人是不行的 我想到 告訴你 對了 張寶金 你打了這麼多一個1 是什麼意思 我不明白 嗯 Helix Chan 什麼叫做代替 我又不明白 可不可以說我明白 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OK 所以就是說 不是所有calorie is created equal they are not equal 你不能夠 我舉一個很變態的例子 現在就是說 媽媽要你娶老婆 你想娶那個 她不給她 她要你娶另一個 可不可以用一句說話 都是女人而已 她有的她都有 這樣行不行 或者說我媽媽很恨我結婚 很恨我嫁 可不可以說 唉 隨便 是男人就可以 這樣 不行的 因為 大家都是男人 或者大家都是女人 大家都是人類 是不同的 正如不同的食物 你身體裡面 你的身體的反應是不同的 你要明白這件事 正如我一再強調 OK 我不是醫生 我不會開藥給你吃 我不會叫你吃什麼藥 不吃什麼藥 但是我是要跟你說 我是會說 根據你的情況 你應該吃什麼 和不應該吃什麼 又或者再加 你可以應該吃什麼 健康的藥 例如這些 這樣 OK 這樣 為什麼我不對話 因為我找一集 會專門說這件事 不是今天 將來 等 OK 停了 這麼可怕 又出這一句來嚇我 上次我說POS POS是什麼 即是店裡放在那些嗎 蛤 停了 喂 有沒有人看到是有的 還是停了 真的 Oh no 反應 喂 我看到是193536 但是人數不變 那是怎樣 喂 出聲 有沒有停到 沒有停 OK 沒有 你有沒有吃Q-10 臉瘦了 哈哈 哈哈 你在嘲笑 很開心 OK 好了 所以 We are what we eat 這句話 很多人說 很多人說 But how much do you actually believe in it And if you believe in it How much and how well are you implementing it OK 即是說 你知道你就是你吃的東西 我照譯的可能也很荒謬 就是你是你所吃的 或者你就是 我不知道 You are what you eat OK 那麼 你信不信 好了 你信了 你有多信 即是你信的程度 是否等於就說 即是很虔誠的天主教徒 相信死了 末日是會有審判 或者好像我信死了 如果我開不了 或者我開不了淨土 我就要輪迴 一樣那麼大 一樣 你如果是真的信那個東西 Like Into your bone and your blood 即是你信到入心入肺入骨入血 OK 的話 你不會做任何事去毒害自己 因為我想說一個concept In which我4月30號那一集 那時候 都還要如是我問 後來幫他改名 要生童 感受 我要說一件事 就是說你千萬不要和你的身體鬥氣 你可以和你隔壁床位的老夫老妻鬥氣 因為你以為你食滑了他 你以為他一定不會和你離婚 他一定不會反你胎 他一定不會捲脊走人 你是可以 OK Point of sales What I don't get it OK 你是可以想著 不要緊 我儘管欺負我旁邊的人 我們都相處了幾十年 他去哪裏 你是可以這樣想 你可以欺負他 但我告訴你 你千萬不要想欺負你的身體 因為他的確跟你反面的時候 你是會生不如死 真正令到你悔不當初 生不如死的 不是你另一半 你另一半即使他捲走了家產 或者是他分離一半身家 帶走了子女都好 你都未是真的生不如死 你的身體跟你反面那一刻 他跟你決裂那一刻 先是你悔不當錯 令到你生不如死 沒有人的報復 是比你的身體更殘忍 更無情更恐怖 它是可以令到你 你可以想一下 你是打的利是 你中了風 你半身不遂 躺在床上 你以前多麼 講俗些 難聽些 溝死女 怎樣萬人迷 怎樣 沒有用的了 因為你半身不遂 OK 然後又或者說 你 帶的利是 生癌症 生癌症 為何你的身體 你不抗爭症癌症 因為 you allow it in the first place 因為我講過 6月4日那集 OK 你可以吃這些 anti-angiogenic的食物 阻截一些 血管 搭下去 癌細胞 癌組織 但你沒有吃到 那關哪個事 是不是 因為 尹之春指著你的頭 逼你要吃一些 反式脂肪 逼你要吃一些 好沒有益的東西 喂沒有的 你自己選的 條路自己選 扶街 不要嚇我 是啊 我很想這件事 這個like I said 是好貫徹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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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螺絲 好貫徹始終 佛教因果的concept OK Wu Avis又說stopped Dane Hill說整臉又很酸 你說我嗎 我又不覺得 哈哈 OK 有沒有人停了 現在真的 看見是停了 請出聲 很多人的 到底你們在看什麼是停的 梁晴天 就說他用電腦看 沒有停過 會不會用電腦看 是穩定過用電話看的 我想問 OK 我不看你的留言 看你的留言 我永遠講不懂我 講完一輪 之後轉 topic 才看好嗎 OK 所以我剛剛在說什麼 OK 你容許你的cancer生長 是你給他 你想不想 你當然不想 但你有沒有責任 你有責任 OK 為什麼你有責任 因為你沒有吃對的東西 你probably又吃煙 又喝酒 以為你的身體會無限量 永無止境地包容你 但sorry 他小氣起上來 他小氣起上來 是很多人害怕的 剛才說過 他令你中風睡在床上 你多英俊 多有錢 多萬人迷 都沒有用 救不回來 這個是 to a point of no return 就是已經是去到那個位 所以千萬千萬不要和你的身體鬥氣 你記住 你對他好 他會 reward你 他的 reward 就是什麼 就是你去到八九十 一百歲 你都還可以走走走走走 因為我在Facebook 我又加入一些不同的Keto groups 有些在西非的Members 他們說 她的阿嬤和阿嬤的妹妹 不懂得叫 親戚關係 他們叫她Fossil 即是活化石 是一百一十歲 走來走去 蹲下起床 完全沒事的 對 perfect eyesight 看東西很清楚 口齒很清楚 You know what 我爸爸 兩年前過了身 但是他before他過身之前 even他躺在床上 他那時插住後 他說不了話 但是呢 他是耳聰目明 他反應快 過大部分我認識的人 他幽默感 當然就是勝過大家 OK 包括我記得在醫院的時候 護士在說話 然後我爸爸唯有用版寫 然後我很心急想翻譯 但其實我是不懂太文的 然後呢 我就說 Dad you gotta tell me what to say How can I gonna translate this for you 然後我爸爸就看著我 我只看著我 瞪大隻眼 我已經得到他說 你幫我翻譯 你想想 當時他肺炎在床上 那 我爸爸是甚麼呢 我爸爸就是 我上一集所講的 Ansel Keys的戰爭 其中一個受害者 就是 想完這個時代週刊封面之後 說 相信他 不要吃牛油 不要吃肥豬 不要吃牛的 牛跑的肥膏 Ditch butter and eat margarine Saturated fat is bad for you It's gonna give you heart attacks 為甚麼我今時今日 這件事 因為 我不知道 我可能還有一點點 我未放得下我爸爸 所以我有點忍不住 對不起 我有點忍 我到現在都 我放不下 如果我現在讀的東西 我爸爸還在的話 我第一個分享出去的就是 分享給他 我在他過世之前 我都有 但我當時還沒讀 對吧 所以很多這些資訊 我現在和你們分享 其實in a way 我好像是 在分享給我爸爸 You know 當然我希望他 早點知道 我早點讀 可以早點幫到他 我爸爸已經不在了 他就是信了Ancel Keys 和那一堆 揚明立慢的科學家 明明把這個 blame 把這個 移動了過去 但明明他們知道 是 唐才是元兇 OK 對了 所以 我沒得再 share with我爸爸 那我share with你們 那我 知道我share with你們 你們可以share with你們的爸媽 所以 someone else's father could still benefit from it You know 對了 所以我很passionate about這件事 還有 我要很感謝 我上一集節目 出了街之後 很多聽眾 真的support我讀書 所以 我可以很開心地跟大家說 我夠錢 報了 我報了哈佛了 已經 收了 其實是一早收了 但是 因為學費很昂貴 其實昨天在 我看到youtube 上一集節目 都有人囂我 就說 好心啦 十萬八萬自己給啦 這樣都要眾籌 可能對你們來說十萬八萬很少錢 但是 我又覺得不是真的那麼少 對我來說 還有 因為我還有幾個要讀 有別的是 針對不同的年齡層的courses 是的 譬如針對小朋友 小朋友譬如有過渡活躍症 自閉症 然後 腸胃病 乳士等等 然後成年人 譬如孕婦 暴雨期的媽媽 然後去到老年人的不同的病 專題的不同的modules 那是另外一個學府來的 所以我一直 可能我不只籌一次學費 我一直籌著要籌學費 但anyway 我真的要很感謝 因為 有很多人 他們share了一些 很好的case 他們的例子給我 甚至是看了一些 吻 是 跟我說的東西 在吻合的時候 是share給我 等我可以在節目裡 跟大家分享 which and again I'm very thankful 第一 你們聽這個節目 第二 你們肯 去嘗試做一件事 而不是一來就dismiss 就覺得 瘋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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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癲 聽完之後肯入腦 肯試試完之後 還肯去跟身邊的人說 我覺得是 你們做了我的白老鼠 簡單來說 當然我是我自己的白老鼠 但我沒有嘗試不到 因為你沒有嘗試 就是這樣說 但是 你們肯聽 肯試 我當然很grateful 好了 所以就說 我接下來會講肥胖 即是 今集已經會 但是接下來會講更多關於肥胖 亦都會 今天會回應多一些癌症的東西 OK 好了 入正題了 有差不多 86個人在這裡 我們可以入正題了 就是 第一 剛才說了 為什麼 我生酮之後 我沒有瘦到的 或者我瘦一下 停了 你要記住 你一開始生酮 你一定會 為甚麼 我剛才說的 你吃的東西 它影響你的賀爾蒙 你不要以為 都是calories 你吃1200個calorie的薯片 和你吃1200個calorie的 乳衣甘藍 三文魚 蛋 椰子油 它完全不同 OK 你不要說薯片 我記得 好 你吃1200個calorie的 bagan 和紅色可樂 和我剛才說的 1200個calorie的 牛油果 三文魚 蕃茄 檸檬 都很大分別 因為為甚麼 你要明白脂肪是不會影響賀爾蒙 脂肪對於賀爾蒙是對於賀爾蒙 但是其餘兩樣東西 澱粉質即是糖分和蛋白質 是對賀爾蒙有直接的影響 很簡單 你為什麼會肥 一句到尾 你吃太多澱粉 講完 period 為什麼呢 因為身體會儲脂肪 只有一個最主要最大的原因 就是胰島素 你一吃東西進去 胰島素就要出擊 出擊就是要把你飆升的血糖壓低 把那些糖拆掉之後 放在你的肝上 放在你全身不同的肌肉裏面 它就是好像莊家派牌 它就是那個莊家 它就是派牌 你坐下 它就會派牌 你下桌倒 它就會派牌 很簡單 你一吃 胰島素就出擊 你吃東西就是那個賭仔 然後莊家就是胰島素 它一定會派牌 它會把那些糖分派到肝臟和不同的肌肉裏面 好了 但是 這個是與生俱來的 我們明明是可以用糖的 有個醫生太太跟我咬一樣東西 我說是 沒錯 我們是可以用糖的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的身體的進化 對上一次的upgrade和update iOS 是幾百萬年前 幾百萬年前 大哥 沒有Starbucks 沒有Supermarket 沒有這些東西 沒有Bagel 沒有的 有生果 但我說過很多次 生果不是這樣的樣子 糖分不是那麼高 它是基因改造的 我是否又要找一隻蕉給你們看 我想是 我給你們看 那時候的蕉和現在的蕉是不同的 那時候的粟米和現在的粟米又不同的 不相信我 如果有聽過幾集的人已經知道 已經知道 和看過 這就是蕉 和你現在吃的蕉是否不同 你看它多小肉 多多核 這個還要是有記錄拍到的蕉 這張照片 那你想想 如果說的是 史前人類的蕉蕉蕉蕉 不是這樣的樣子 更噁心的 也有 好了 你又猜一下這條是什麼 這條 technically OK 是猜不到的 不用猜的 其實這條就是 紅蘿蔔 所以 你什麼健康呢 但是 水果 YES OK 如果你論 Gi impact 就是血糖的影響 的確 是 Glucose 和Frutose 就是葡萄糖 和果糖是有差別的 However 它還是糖 我經常都說 糖 跟魔鬼一樣 有很多的名字 找一集你不延悶 我逐個逐個讀出來給你聽 現在這個food industry they have become experts in hiding sugar in your food 你連bacon 裡面都有糖 買腸仔都有糖 你知不知你買一件東西 你不只是看 這個所謂的營養資料 Nutritional chart OK Nutritional information 你還要看成份表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很懶的人 其實生酮飲食未必適合你 因為你真的買什麼 你都要看 你不要想著 我可以 切一下 偷懶 Nope Sorry You can't You have to go all the way OK Gloria說她有6字頭去到5X 她瘦了 OK Very good Peter Lee說 3個月有190磅 她說去到158磅 哇 真厲害 你這樣 厲害 Yu Lee說減到30 OK 為什麼生酮飲食 這麼work on減肥 supposedly And it really is very effective If you do it right OK 但是很多人 You don't do it right 我待會告訴你 What are you not doing right OK 好了 就是說 你胖因為肥肚素 其實真的這麼簡單 真的這麼簡單 當然卡路里有沒有影響油 But you know what It's minor Very minor 真正大件事 是因為肥肚素 你記住你每次吃東西 肥肚素就會把你吸收了的糖 到處去派 那你說我先天build 我可以用糖的嘛 但是糖塞完之後 他就派脂肪了 大哥 你有沒有想過這樣 然後脂肪是後備能源 問題是你永遠都不用你的後備能源 因為你不斷地吃東西 所以為什麼我上一集跟你說 輕斷吃是好呢 就是你不要一天 由早上7點幾 8點鐘下街 茶餐就一直吃吃吃吃吃吃到晚上10點幾 對嗎 換句話 你不吃吃吃的時間應該是長 吃吃吃的時間應該短 大哥 讓你的 system休息一下 可以不可以嗎 你知不知道你的人 那些基本代謝率 不管你是1200 那是1500 還是有很健碩的3000 也好 8成是會下去消化到的 他很忙 因為你不斷地作食就做 你沒想過 如果你不是這樣喪食的時候 那8成的 energy 可以做的那些事情 它可以幫你更新細胞 就是這麼簡單 它可以幫你維修你的大腦 它可以幫你丟掉垃圾 上次講過 Autophagy Self-eating 細胞 自己洗Hardis 覺得旁邊那人很肥肥 沒什麼事情要做 又不是很功能 反正姐姐肚餓先吃了你 這些是要你在餓的情況才會發生的 你不餓是不會發生的 你不斷地擠食物給你吃 擠食物不斷吃 我曾經都是這樣 我以前很多萬年前打工的年代 我隔壁那個會計老師說 我肯定要女兒吃這麼多東西 寸我 那時候我很小 新陳代謝很高 年輕的時候 吃多少都沒問題 因為為什麼 新陳代謝高 跟你身體肌肉多有關 本身的基礎代謝都高 但是亦都跟你的荷爾蒙沒有這麼亂 是有關的 為什麼生完仔難受呢 Ostrogen 為什麼壓力很大 例如在下我 以前腰的膽會積在那裡 我手腳肥肌有一個限度 但永遠在膽裡 因為皮質唇膏 壓力 好了 但是有一個很出名的醫生 我想大家去Google他 去看他的東西 OK 這個真真正正是華人之光 我覺得 他是Dr. Jason Fung Fung 是在多倫多的一位腎的專科醫生 腎病的專科醫生 他很直接說 他就說 I can make you fat 一句 第一句他編文很powerful 一句punch line I can make you fat no matter what you eat 你可能聽起來 你說 我不信 我就只吃雜菜給你看 Guess what You would still get fat You know why Your hormone dictates everything 你的荷爾蒙大了 為什麼女人會更年期 她想不想 她不想都沒用 都會更年期 荷爾蒙話了事 她想不想心煩 氣躁 潮熱 睡不著覺 想不想 想不停經 不想 荷爾蒙話了事 正如吃東西一樣 你只要澱粉質高 你的胰島素一定會搞 你的胰島素不斷地分泌 你遲早有糖尿病 講過 不糖尿病之前 你都會肥 OK 就算你不糖尿病 都有機會會中癌症 隨便中一份 我不是就你 It's simple fact OK 所以你明白一件事 你control 你的insulin 你就control你的weight OK 亦都即是control fat accumulation 你控制你的胰島素 即是控制你的體重 亦都是控制你的脂肪的積聚 好了 那即是胰島素才是最大的敵人 沒錯 如何控制你的胰島素 第一 剛才已經說過 上一集也說過 不斷地說 拜託不要不斷地吃東西 幫幫忙 OK 你晚上 吃到八點半 停了 第二天 1點鐘才吃飯 12點半 OK 你記住一個對 再加6個小時 那就已經搞定了 這個我要求高一點 如果你要一個對 8點半到第二天 8點半 OK 中間睡了一覺 不太好覺 但醒了之後 這麼多個小時不吃東西 你餓的時候 你就知道 它開始幫你洗碟 你要開心 Be happy that you're hungry OK 還有你知道嗎 你餓的時候 你更 alert 即是你吃飽 溫溫頓頓 眼睡 例如讀書的時候 你知道 你午餓的時候 那一課是最眼睡的 最睡得著的 成績最差的 或者午餓的時候 開會是最痛苦的 但你餓的時候 你的身體 是一個求生機制 就是你餓 就是你要去找獵物 對吧 都說過 上一次我們的system 我們的身體機能 有update 和upgrade 是我們由 原人變成直立人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要狩獵的 雖然餓 你是精靈很多的 你敏捷很多的 不要相信那些什麼 不吃早餐 不行的 早餐是 二樓 全日最重要的那一餐 早餐沒有跟你說 一定是七八點而已 你十二點半 去吃all day breakfast 不行的嗎 可以的 OK 先說廢話 因為我現在的吃飯時間 我是每天 限制兩個小時 吃完 我是22對2 或者20對4 最盡最盡 我是18對6 我的intimate fasting OK 我想想 如果我那天 不是太忙 我真的可以坐下 乖乖地 兩個小時 去吃東西的話 What should I eat 我可能想 因為 這件事最糟糕 我先拉近一點 嚇嚇你們 好 好 我剛剛說 我兩個小時去喪食的話 我想吃什麼好 因為我要確保 我calorie不要縮 因為這是很關鍵的 你不要想著 喂我 我吃 我intimate fasting 我輕斷食 那就是我要 吃少點東西 你叫我只可以吃 八個小時 如果 寬容一點 是八個小時 實際上 不是 那麼長 應該再少 再少 再少 到最後 你便變了我 即是兩個小時 因為我想你斷估 我相信你忙 但是你不會忙 像我一樣 在做四份工作 還要再讀兩個chorus 所以 如果你可以坐定 你 你可以兩個小時 如果兩個小時 坦白說 我不吃也可以 但是 我為什麼會吃呢 原因是 因為我覺得 補充一下 我為什麼用兩個小時 補充所有 要補充的東西 老實說 現在胃口很小 真的不是 扮小吃 不是不想吃 因為 你的身體已經轉了 完全轉了 用脂肪作為能源 所以 人們不是那麼餓 也不是真的吃到那麼多東西 好了 我想完想完之後 我覺得好笑 就是 不如吃Buffet 吃Buffet好 兩個小時內 吃吃吃吃吃吃 吃完之後 很飽 坐在這裡休息一下 下架 看看youtube 溫一下書 可以下架 下架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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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出去吃吃 兩個小時吃盡 我覺得是這樣 又或者是打火鍋 又或者是做那些 好像 那些什麼呢 自己有個爐子在燒的 那些 其實那些都行的 是 因為你一路熱的 你明白嗎 你一路吃一路放進口 然後 差不多了 又再燒第二串 或者是打火鍋 我覺得 打火鍋 還有自助餐 還有自己在燒的 是很適合 我現在看一看你們的留言 Tanya Chow Dr. Jason Phu Rocks Keto plus Intimate and Fasting is the way to live Definitely Girl definitely 是啊 難怪饑荒的人 我也不死 很壞 夠命 生酮不吃牛油和椰油 可以嗎 我想問 為什麼不吃牛油和椰油 為什麼 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還有 上一集我忘記了 誰聽眾問我 說椰油可不可以放在雪櫃 這個也是想問你 為什麼你要放在雪櫃 你知道椰油的抗菌性 是比 就是 比 魔菌更要厲害 即是比 天然的消炎藥更要厲害 我都說 一看到那個病毒 病毒一看到已經死了 它是很厲害的 你不需要放在雪櫃 你放在雪櫃 你放在雪櫃來幹什麼 你一間屋沒有位 你唯有雪櫃有位 你放進去 不用 而且如果你放在雪櫃 你就變成要找根筆它出來 但好像我現在 如果是超過25度 那它不是液體的 You see OK 稍後說為什麼Refine 如果我還有時間 沒有就明天 下個星期再說 OK 再看看有沒有留言 儘管留言好不好 留多些留言 還有 如果看了的人 都希望你們 YouTube出的時候 都可以按在這裡 自己play一下 多一下我們click wait 好不好 還有幫我們share 不要share這個版本 shareYouTube版本 好不好 好嗎 這樣 OK 好了 等等 在看留言 要不要去美國讀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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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讀醫生的course 和哈佛都不用去美國讀 是Online 即是有webcam 等等 還有一萬個功課要做 OK 所以我現在什麼節目都停了 其實我連這麼久都想停 但是被自觀說不行 但是我真的 我昨天晚上那台很討人生的客人 坐到12點幾 都不肯走 給了8個人錢 是11個人上來的那個 OK 唉 晚上認識夜 又有時候睡不著 shook yishin 對 和夜又無關 你晚上睡不到 很有機會 是magnisium不夠 因為magnisium是一個calming 令到你很平靜 很舒服 的一個mineral 而另外也有機會是adrenal fatigue adrenal fatigue 我想我又要講幾集 adrenal fatigue 就是我下一集先講 因為我自己有adrenal fatigue 所以我可以切身過來人 去跟你講 我是很多東西講 所以這個 其實我覺得講這些topic幾好 好啊有時間講 還有大家多給我一些response 好嗎 對呀 Gloria Pan說得對 超市很多東西都有糖 If you really look everything has sugar in it OK 呂王有沒有叫客人 不要光顧飯和甜品 我告訴你 每一個人來 包括昨天那台很討人生的 8個人錢 11個人吃 我也跟他們說 不要吃糖 但當然他們當我是死 當我是 即是 講完他們一些反應都沒有 即是 不是很appreciate 為什麼你會分享這樣 OK 我的朋友Anna 她就說 我照讀她的message I know why I'm not fat and always same weight until 40 Because I was always on ketosis Even though I ate sugar or carbs Honey that is not the case If you eat sugar or carbs or in your case drink wine like water 你是不會 in ketosis的 OK 我稍後會解釋給你聽 如果你繼續聽下去 我知道我說的東西很慢 不是速度 是進度很慢 OK 你就會知道 ketosis 很快 很容易 就不是 OK As I always eat irregularly and a lot of time at semi-fasting stage but that is not healthy and bad to digestive system because fat is not part of the meal 剛才也有人問我 就是說 如果不生酮飲食 可以輕斷食 可以 可以 如果你不輕斷食 你全斷食 即幾天那些 可以不可以 都可以 不過你要小心 因為你有機會 會出現低血糖的情況 尤其 尤其 是你一向的飲食裡 是很高糖分的話 這件事 是大機會發生的 就像我媽媽那些 三間半夜 我又說我媽媽壞話 又被媽媽罵 即是 睡一睡 凌晨三點多 你以為她起床 她居然衝出去 聽到一次過 吃了四個 custard pudding 即是那些雞蛋布丁 上面有一層 啡色焦糖 一次過 四個再回去睡 and guess what happened to my mom in the end 吃了兩次的 stage 4 淋巴癌 好 My mom is lucky to be still alive ok 好了 跟著呢 我繼續讀了 I think 中醫所謂的胃痕 is because carbs and sugar are too easy or insulin too much to use up the acid in stomach Honey no not really 其實 carbs and sugar 它不是 use up the acid 它是 contribute to the acidity 它令到你 不是只有胃 是令到你那個胃裏面的一種菌 上一集有個聽眾不斷地洗我版的 在生同感受 和在女王的page那裡 inbox是這樣訂過來 我不是不想回答你 當然我也要下一集才能回答你 那就是她說她有胃酸倒流 那你看到我說過我爸爸生前也有胃酸倒流 但後來康復了 怎樣康復 Cut out all carbs 所有含有澱粉的東西 全部斷了 斷了 斷了糖 為什麼呢 胃酸倒流 有一個機會 which是很大的機會 其實是Candida overgrowth Candida 中文叫什麼 你讓我自己搜尋一下 如果有聽眾知道的話 都歡迎留言 Candida Candida 唸豬菌 Really? 當是 總之是一種菌 一種不好的菌 腸胃本身有沒有油 但是如果你吃太多糖和澱粉的時候 它就會嘩 這樣開派對 開派對 開到你不相信 它就會offset了你的好的菌和惡的菌 即是善菌 抑菌和惡菌 的平衡 你容易出現胃酸倒流 那有什麼東西去處理呢 除了芥糖 和芥澱粉之外 就是椰子油 記不記得椰子油有什麼功能? Anti-microbial 它是對抗微生物 當然你不要那些 對抗細菌 和對抗病毒 所以你喝椰子油 它下了一個味道 有一堆的Candida 就會掉了 另外一個東西 You would want to incorporate 即加入你的飲食裡面 就是 Apple Cider Vinegar which is super healthy for you 你最好找那個底 有一堆沉澱物 那些叫mother 熬混它 倒下去 倒少許 一茶匙 在杯水裡 加一瓶少許檸檬 如果你吸收得酸的話 然後你可以滴一滴 那些Mystivia 那個已經是檸檬味很棒 就這樣出家吃飯 一杯冰水滴下去 就變成檸檬水 很開心 那你喝了它 它也是對regulate 你的胃裡面的酸檢度很有用 很多人以為我的胃太酸 其實不是 很多時候是胃不夠酸 所以堆不掉些菌 你知道嗎 OK 好了 繼續說回 肥和為什麼受不了 即使on ketogenic diet OK 第一 你on ketogenic diet 就是你已經控制了你的insulin 因為 你吃的東西裡面 沒有糖分 沒有澱粉質 疑到素 就沒事做 它很空閒 它不用出動的話 或者出動的粗鬚少了 因為你輕斷食 因為你油分很多 你很飽滿 即很飽足 你不需要整天吃東西 而且如果你再開輕斷食的話 你會改頭換臉 脫胎換骨 你會變成另一個人 Please give it a try 這樣 還有就是說 你吃的油分很多 你很飽 你又不用吃那麼多東西 所以你那個 疑到素即使要出動也好 它的頻率次數和數量 還有分量都少了很多 那麼 疑到素少了 你自然就會瘦了 因為疑到素就是令你肥的主因 OK 好了 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說 你到底有沒有查過自己的macros 我正如剛才所說 我的朋友 四十幾歲 五十四吋高 或者五十三吋高 以為自己一百四十磅 但上到榜後 一百五十幾磅 然後他以為自己 不要放不肥 這樣 上到榜後 原來是四十幾個percent的body fat 你是不是好像他這樣 對自己的身體的認知 是差那麼遠呢 又或者好像我剛才的 Anna也是 他以為自己的body fat 是25個percent 但是他上到 真的找了一個scale去測試的時候 原來是三十幾 接近四十個percent 所以就說 你要知道 你真的要check 你的macros是多少 即是你需要多少的蛋白質 多少的脂肪 和多少的這個 脂肪 多少的這個 這個脂肪 多少的這個澱粉質 澱粉質 supposedly 在ketogenic diet 是只能夠佔4-5% of你的整日的calorie intake 然後脂肪就是 六成至八成 為什麼六成至八成呢 好了 你的cancer patients 然後呢 go higher go higher go as high as 90% 跟著八個percent 是protein 剩下2個percent 是fracturable fiber的carbs 你要記住 cancer feed on sugar it is a scientific medical fact ok don't tell me 均衡飲食 我有一個 現在我care for的cancer patient 她的醫生跟她說 不要均衡飲食 要均衡飲食 我真是生氣到瘋了 ok 如果是這樣呢 這個人其實等於 當天玄水衛生署那個人說 攤雲一世來說 都很少而已 什麼叫均衡飲食 喂 你有糖尿病 你是不是都可以均衡飲食先 吃點飯吃點生果先 每個人不同的嘛 cancer 比糖尿更加危急 we all know it kills you ok we don't wanna say it because it's not the right thing to say oh you have cancer you may die you don't wanna say things like this ok 你不想hurt別人的feeling but it's true ok as a matter of fact 現在我們 聽著的 200個人 是有一半的人 是會有cancer的 我當然希望不要那麼多 但是 現在的數字是這樣的 顯示 cancer 既然危急過糖尿病 而我們也知道 scientifically and medically it's a known fact that cancer feeds on sugar 你怎麼可以叫他 再吃有糖分的東西呢 醫生 你 what are you thinking 我知道 讀醫是不需要讀nutrition 但是 like I said unless 你做pat scan 是打鹽水 我立刻跪下 和你扣頭認錯 只要pat scan 還是用葡萄糖去做的話 我也覺得我 說的是沒有錯 ok 我說的是沒有錯 因為 cancer feeds on sugar and it is a known fact since 1931 諾貝爾醫學獎 ok 到今時今日 都仍是影響著 我們 醫學界 怎樣去test 癌 細胞 腫瘤 到底所在地在哪裏 真是靠 cancer feeds on sugar 這一個發炎 ok 好了 如果你沒有check到你的macros 即你沒有所需的 六成至八成脂肪 然後十至十五個percent 是蛋白質 sorry 20至30個percent 是蛋白質 10個percent 是carbohydrates as in fiber ok 那你真的可能overdue 你很大機會是吃多了很多油脂 例如我剛才說的那個 上了一百五十幾磅 但其實是以為自己一百四十磅 的那個朋友 Susanna 她是試過一次生肚 她fail了 她沒有受到 ok 為什麼她不斷地吃瓜子 吃瓜子 吃瓜子 不斷地吃瓜子 對 瓜子裡面有沒有油 come on really 所以她現在第二次再做了 那瘦了多少呢 我不知道 我最近沒有見她 但是呢 你是要留意這件事 因為如果你沒有macros的話 你今天是沒有一個藍圖 你沒有一個 即你自己知道自己做的什麼 你是盲中中的 隨便亂來 其實很簡單 即是 是這個 譬如你不知道 你以為你可以吃很多肉 但原來 喂 一個女人 即成年 可能五尺四五吋高的女人 又不是很athletic 即是跑馬拉松 或者做很多運動 她一天所需的蛋白量 其實是一塊雞胸 一塊雞胸 就夠五十幾個gram and that's it that's all you need for the day 那她說死了 我一天不知道吃那個量 所以我經常跟你說 一個手掌 不算手指 ok 對了 你等一會兒 我正在做節目 阿哥 你不要每次都在我正在直播的時候 發訊息給我 好嗎 麻煩你 對了 繼續 認識了很多年 每次都是這樣的 好精彩 ok 好了 誰說 Dane Hill說 如果你不能吃淡口食物 不能生酮感吃 It's not true It's not true 譬如我吃羊肉串 生酮的 我加很多鹽 很多胡椒 加紫然粉 perfectly fine 看你懂不懂煮的 為什麼醃肉一定要用糖和生粉 為什麼呢 我不明白 這是Gloria Pan的問題 日本人醃肉 他會用其他東西 韓國人醃肉也會用其他東西 你鬼佬醃肉也會用其他東西 為什麼一定要用其他東西 你跳出來的框框才行 對不對 這些東西框死了你 但你又知道這件事對你沒有益 你就不要做這件事 對不對 OK 好了 如果你檢查了你的Macros 你知道數量是什麼 那你就跟 如果你跟了的話 你八九不離十 你不會錯 有些Apps 你上去Apple Store也好 Google Play也好 你打Keto Keto 它會出一些Calculator 或者你叫什麼Macro Calculator 這些字眼 你會找到的 它就是給你每天 去輸入你吃了什麼 它已經計算了 那你就會知道 其實你符不符合 譬如你吃了牛油果 你又進去 你喝了杯齋啡 你又進去 你吃了一碟炒椰菜 你又進去 那是不是很煩 但因為在你未懂 怎樣吃之前 你用這個很穩陣的方法 OK 所以第一件事 Get your Macros 先計算 OK 第二件事 吃得太多 而且太密 很簡單 我不是要你限制 Calculator 絕對不限制 Calculator 你一限制 Calculator 你的身體覺得你餓它 它反而就燥脂肪 因為它會害怕 它覺得打到來了 饑荒 死了 沒東西吃了 長春圍城 所以如果 我們一限制 Calculator 的時候 你以為 好像瘦了 在短時間 在短時間 它一定會狂反彈 所以為何美國 平均女性 人生裏面 是浪費了17年時間 10至19年時間 是不斷地 diet 如果這一套 所有的calorie in calorie out 和這個 restrict your calories intake 就可以令到你瘦的話 就不會整個美國都是肥人 對不對 OK 所以 不是要把calorie restrict 你只要一吃回來的 1200 1500 不管你多少 只不過是你不要 不斷地喪食 不要是 哇 餓鬼呀 口腔期 那樣 你在八個小時裡面 吃光 stop 八個小時以外 你喝水 總之沒有calorie的東西 我不管你了 但是八個小時之內 你要吃什麼 你吃光 而三餐之餘 不要snacks 如果你要吃nuts 你覺得nuts很有益 沒問題 你接著你的主餐 吃snacks 吃snack 當是dessert 或者吃些nuts 當是飯後果 但變成種子 或者果仁 OK 所以 你記住 你不要eat too often 你吃得很密的話 你的胰島素不斷地出擊 你一樣會肥 不會瘦的 OK 第三樣 就是you are overdoing fat 正如剛才說的Susanna 她第一次生童 不斷地吃瓜子 她說我沒有東西做 然後煮劇 然後煮劇 一直看著吃瓜子 吃了很多油 沒有澱粉 但問題是很多油 發生什麼事 你驗尿一樣出來是紫色 不會變的 因為你身體的而且沒有糖分 會燒脂肪 但是 脂肪到底是你身體裡面的脂肪 還是你吃進去的脂肪 所以如果你沒有 step one 你沒有計算你的 macro 的話 你可能以為 哇 我整支東西只有 當水喝 這樣 不行的 其實每一頓 大約是三湯匙的 fat whether是 whipping cream 還是 牛油 草脂 還是椰子 還是橄欖油 還是橄欖油 是三匙的 一頓 that's probably all you need OK 但當然 身高體重運動量 會有影響 所以第一步 是check your macros 如果你是overdue fat 你在燒的 是吃下去的脂肪 而不是身體裡面的脂肪 所以 要計算 如果你想燒身體的脂肪 你要make sure 你是吃脂肪 是沒有碳水化合物 但是你吃的脂肪 不可以多過你身體所需 OK 如果不是你受不了的 第四個原因 就是not sleeping enough 睡得不夠 為什麼呢 我們說了 這個胰島素就是 fat storage hormone 它令你身體儲存脂肪 那fat burning hormone 是什麼呢 HGH 上一集也有說過 human growth hormone 年輕的時候 human growth hormone 很高企 我們很lean 沒有肥肉 吃少一兩天就收 這樣 皮膚很緊緻 這樣 但是現在呢 隨著年紀增長 human growth hormone 就跌了 這樣 所以你就發覺很難受 再加上你的insulin 胰島素一路高企 cortisol 就是你的皮質醇壓力大 這樣又高企 這樣 所以就變得很難受 好了 但是什麼方法可以刺激HGH 就是睡覺 睡覺 最壞的是在最深層 beta sleep 即是 熟睡 發夢的時候 才會大量分泌HGH 另一個方法 刺激HGH是什麼 輕斷食和全斷食 記得嗎 上一集講過 independent study 顯示 在男性身上 intermittent fasting 可以增加2000% of HGH on top of your regular 分泌 平時有多少 再加2000% 女生加1300 即是不公平 OK 所以睡覺 you make sure 你每日睡7至8個小時 and the quality 是好的 但要留意這件事 就是你生同飲食之後 你睡覺的quality 是好很多 吃成是打落床 然後就已經睡到死了 睡得好軟 對 即是你變成你那個 第四個stage 即是那個所謂的beta sleep 我沒有說錯 是beta還是alpha anyway 我說錯 我再correct一下 這樣 是會延長了 而且很多人都告訴我 身同飲食之後 是睡得軟很多 因為我懷疑 是跟身體沒有那麼多 發炎有關的 OK So yes get more sleep Point 5 Point 5 Yeah 就是hidden carbs 即是你的飲食裡面 雖然你說我沒有吃粥粉麵飯 但是還有很多隱藏的糖粉 我說你就會覺得很恐怖 OK 而Anna公主 即是我的朋友 你發訊息給我的 她就是這個case 你只要喝一杯紅酒 OK That's it It stops your metabolism OK It stops completely But it stops your fat burning OK For多久呢 For up to 72個小時 如果你的身份代謝是慢的話 如果你說不是的 我都有跑一下步 我有做gym 我又行 可能stop 24至36個小時 如果是沒有不active的 36至72個小時 plus你喝的當日 所以如果你一三五喝了一杯紅酒 你整個禮拜已經沒有辦法 This is how bad it is 或者半杯果汁 又或者 有一個很精彩的聽眾 有一個很精彩的聽眾 告訴我 是 是 好笑 他說 我為什麼會胖 這樣 他說 有些怪 我明明差不多輕了10kg 但這三個突然回升2.5kg 但是飲食就沒有什麼異樣 看昨天重了 今天吃少了 不知道是不是這兩天太忙 沒有機會喝水和去廁所呢 這樣 這樣急升的速度和走勢 很快比之前 這樣 我就說 不用擔心 可能就是沒有去廁所和水腫而已 他說會不會是因為喝太少水 或者我喝得太鹹 我說有機會 但不一定是 這樣 他說 哎呀我現在 我接受不了 他說我一定要去檢查 我的磅不要壞 我不如先換電池 這樣 然後 他第二天再發給我 我今天重了0.8kg 這樣 我就說你做了些什麼 他說以前都沒有重得這麼快 我都在想 哎呀誰出了問題 這樣 我今天吃得更少 但都是正常的份量 記住 你要瘦的話 你不要吃少 你吃少 你的身體就會跟你對抗 他儲存脂肪 因為他要保存 他的生存 OK 是一個生存機制 你餓他儲存 所以你千萬不要餓他 然後呢 重點來了 我在想 會不會是跟星期日叫菜飲品 喝了半杯菜蜜有關 因為我不想浪費 OK 講完了 講完了 為什麼會2.5kg再加0.8kg 3.3kg 就是半杯菜蜜 半杯菜蜜 半杯菜蜜 野的禍 是可以這麼大的 所以 我的朋友 Anna 她去喝紅酒 半杯一杯沒有問題 這樣 很大問題 因為 你的半杯一杯的糖 還有菜蜜更加不用說 我真的暈了一會 足夠令到你的insulin 大量分泌 馬上把你的糖分 又砰砰砰砰 這樣放進去乾 還有不同的肌肉裡面 There you go It stops Stops fat burning Simple and direct OK 所以不要說 為什麼生酮不瘦 你就是做了這些事情 是不是 你要做這些事情 這樣就一定會死 另外 買東西吃之前 看清楚那個label有沒有糖 看清楚那個 那個nutrition table 有沒有糖 有沒有carbs OK 就算那個nutritional chart說沒有 你還要再看ingredients list OK 好了 第六個point Too much protein 這個是最common的 其實我覺得 有些人是不會這麼瘋子 喝了半杯菜蜜 不想浪費 或者是還在喝酒 這樣 你多dry也好 一杯酒 都是有糖的 不要自欺欺人 真的 但是我剛才說 就是第六個point Too much protein 因為有一個term 叫做gluconeogenesis 就是當你吃了過量的蛋白質的時候 你的身體會當這個蛋白質 是葡萄糖 OK 照樣把它放進你的肝 和你的肌肉 那就是浪費了 那就是你斷糖來做什麼 你吃得太多蛋白質 所以要吃肥肉 譬如你吃牛扒的話 你當然要選最肥的狗 連著肥膏 拍了它 因為這樣就變了 不會是四盎司 或者六盎司裡面 是純蛋白質 太多是不行的 它有些梅花間粥 就是有些肥膏裡面 這樣就變成又有肥膏 又有蛋白質 你記住 Fat is your friend It is your best friend 所以你不要怕肥膏 尤其當你做了那個macro之後 你計算數 你就跟著 用那個app 咕咕咕咕咕 這樣就有條素出來 你就會瘦得很快 OK 但如果你吃得太多protein 在Anna的個案是這樣的 她喪食慾 和喝紅酒 就瘦得慢 不應該是這樣的 是應該瘦得快很多 你就會有條小蠻腰 然後我就說 剛才打給我錄音 我罵她說 不要在我做live的時候 又找我那個 她就是摸我手臂 我上一集說 然後說我這裡還有 但我說你摸一下我的app 她按下去 這樣 這樣 為什麼 是呀 為什麼會 你有練core嗎 其實沒有 但因為脂肪下面就是肌肉 所以 會有條小蠻腰的 會沒有肚腩的 會瘦的 如果你做得對的話 OK 如果你說 喂 我check了macro 我每天把我吃的進了app 我條數是跟得對的 我已經是八個小時內 吃三餐沒有snack 我已經因為有計數 所以我知道我沒有吃太多脂肪的 我有睡到八個小時 還睡得很軟的 我沒有吃到任何的hidden carbs 沒有偷喝紅酒 沒有喝菜脈 沒有偷吃那些不應該的東西 而且因為我也是計數很慢 所以我不會太多 protein 但我還是瘦得不夠快的話 很簡單 加intimate in fasting 就是八個小時三餐 其實我一開始跟你說 中間不要snack Do this OK You will see faster results 皮膚會 firm了 會瘦得很快 OK 還未夠快 你還要再快點嗎 因為你要做新娘 或者你要拍比堅尼照 什麼都好 OK 可以 睡醒 空腹走去work out 做運動 我不理你 你不一定要激烈的運動 你不是要 我跑2kg 或者10kg 不用的 我一個朋友是這樣 每天早上5時5時起床 然後跑去 我相信他是空腹 OK 所以他很fit 他喝很多酒 吃很多東西 但他不吃甜品 但是飯我不確定他吃不吃 但他很fit 他摸下去是緊實的 整個腹部都 他就是每天早上空腹跑 所以跑20kg 很厲害 我回想回我人生裏面 我在加拿大讀書 我在Toronto讀高學 我那時讀健康 所以為什麼 我現在說 你覺得好像 都OK 有些文露 因為 我那時讀健康 我學分的 要讀書 真的 我聽了一年 健康 包括每天早上 就要step 那些年代很流行step 所以我就說 我下半身是firm的 有muscle memory 所以大腿和臀部都不用練得很緊 但是上半身是軟了一個豆腐 因為那時step 主要是下半身的運動 但那時因為爛睡 不懂得醒 所以我基本上每天想fitness 想step 我都是兇徒 但我回想起那時 我是最瘦 和最fit 收不是那些病 是很fit 唱歌很有氣 很精神 對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我現在讀 這些東西可以入腦 記住 因為我那時讀fitness 是要讀這些東西 而且我讀過兩次 是需要讀 我們叫做anatomy and physiology 就是人體器官 和它的功能 那些 因為我是一個儒家導師 所以 我之前讀過香薰治療 也是要讀這些東西 譬如你說那些什麼香薰 那些什麼supplements 有什麼好處 不同的supplements 和這個瑜伽 將來我們可以再在生同感受 再講 現在我要correct 了大家的飲食方法 明確大家的飲食 是了解了 明白了 可以做了一段時間是對的了 然後我們再加一些 花神一點的東西上去 好嗎 所以如果剛才說的 你全部都做了 那你現在就是 睡醒 空腹去做運動 其實我很想的 但我真的很難 譬如我今天 叫做好一點點 我是真的 的而是空腹去做瑜伽 是很好 因為你要記住 空腹裡面沒有東西 是直接用你身體的fat 即使你不是生同飲食的人 做健身的人 都會跟你說這件事 就是你早上空腹 因為你整晚八個小時 你沒有吃東西的話 或者加上你睡覺前幾個小時 沒有吃東西 你的身體其實已經進入 輕生同狀態 因為輕 不是真的完全生同的 你要完全消耗身體裡面的 Glycogen 即儲存了的糖 是需要24至36個小時 大約 每個人不同 似乎你平常吃得多不多糖 OK 好了 所以空腹做運動 你不跑 例如你年紀很大 或者你關節有問題 不要跑 不要做激烈運動 做一些舒服的 你即使伸展做瑜伽 拉筋 或者去公園走 都可以的 只要增加你的活動量 在焦了空腹的時候 第一餐之前 做一件事都會幫到你瘦得很快 OK 再去到下一個項目 第幾個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第九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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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茶裡面 一個項目 2茶素 叫Catecan Catecan Catecan 它有一個有效成分 叫做EGCG OK 不要問我哪裡買 因為我不知道你住哪裡 我不知道你哪個國家 自己想Google search 好嗎 或者是健康食品 運動用品店去找 EGCG 即使你不是瘦 It's good for you 因為它保護你細胞 去抗氧化 and all that OK EGCG 是會幫助你的身體 去調動脂肪 去幫助加快的消耗 而且它本身就是 移茶素 所以是很好 移茶素裡面 裡面最有效最有效的就是EGCG 我自己都準備買 我還要買這些滴管狀 我這個是靈脂來的 這樣 OK EGCG 你不就當是綠茶 這樣 這個會幫助 你可以加上這個東西 進去你的飲食 好 最後兩個項目 就是 磅數不跌不要緊 你的尺寸有沒有小 這個才是關鍵 因為有時候 我覺得最麻煩的就是 你磅數不跌 但是你的衣服鬆了 你的褲頭帶 或腰帶 要鎖緊了 退出幾格 這樣就可以了 你明白嗎 你要的是 望來受了 你叫效果 這樣是有效果的 磅數 為什麼有時候會不動呢 很簡單 你的肌肉正在增加 因為你如果有做 intermittent fasting 你那個叫做 Human growth hormone HGH 又增加了 那你肌肉會多了 你身體年輕了 那你變得年輕的時候 肌肉多 脂肪少 你自然是會重的 因為肌肉比脂肪 就是五磅的肌肉 是這麼小 但是五磅的脂肪 是這麼大 所以同樣的重量 體積相差很遠 所以你輕了 但是你看起來一樣 就沒有意思了 你就要看起來瘦了 臉尖了 臉尖了 腰幼了 所以留意你的衣服 留意你的腰帶 你的衣服 你的褲 到底有沒有鬆到 這個才是關鍵 OK 不要亂改動 如果你有鬆到 You a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但我剛才說的 都是沒有壞的 好了 最後如果做了所有這些事情 都不行 居然 這麼有趣 這樣 有一個機會 是最後一個機會 最大機會 其實是你的荷爾蒙在干擾你 但是這個荷爾蒙 就未必是胰島素 因為只要你是生酮 再get intermittent fasting 輕斷食 胰島素應該已經不再是一個問題 可能是剛才都有提過 皮質醇 或者是女性荷爾蒙 或者是甲狀腺荷爾蒙 這些的因素 這些讓我將來去講 好嗎 今集又要走你走 Sorry 這個有兩篇文我想分享的 分享不及 還有用什麼代糖最好 這個又分享不及 用什麼煮食油 又分享不及 最後一個point 又不要走得太過分 如果我們講煮食油 應該用什麼油 這樣 我可以和你們分享少少油的部分 ok 就是 如果 椰子油 我們經常都叫人要extra virgin 其實extra virgin是什麼意思呢 不論椰子油也好 鑑螂也好 它的意思是挫炸 即是頭抽 第一次壓出來 extra virgin 不代表它是cold press 即是冷炸 熱一定會炸得多些油出來 冷炸一定會炸少些 所以 為什麼冷炸會比較貴 因為它炸得少些 成本也高些 所以 如果是寫著extra virgin 好 再寫上cold press 或者expeller press 更好 但是這種油 不適合用來煮食 Surprise 是的 因為它的boiling point smoking point 即是出煙 是低於170度 或者有時候的酒餐 大概177度 OK 但是呢 如果你就這樣 輕輕炒一下東西 都OK 但是你不要 是用來煎啊炸 因為煎你之後 你要時間的嘛 那個油的溫度就會過的了 炸東西更加不可以 OK 如果extra virgin expeller press 或是cold press 的東西之後 你可以做什麼呢 你可以加進去 你每天那杯 所謂的keto coffee 或者是keto tea 裡面 你可以擦麵 你可以一根這樣 舀下去 你的甜品 我的甜品 你不要以為我真的說 你平常吃到糖上 其實keto也有甜品 有的 你上網搜尋Keto Desserts 很多 recipe 你可以放進去 那些 例如我吃過 那些什麼 Chiya seeds 奇亞子 布丁加椰汁 因為我沒有患癌症 有少許酒餐位 這樣 我會加 extra virgin 的coconut oil 下去 去吸收 OK 或者加進去 煮好的食物 可能已經去到100度左右 或者8-90度 那些是OK 是安全的 好了 有一種叫做centrifuge centrifuge的油 是給extra virgin 給cold press再高一級 這個就是 我煮給cancer patients 生酮飲食 for cancer patients 是用這一種 這一種是完全的 完全的 全生 它是怎樣呢 它是將椰子肉 打爛了它 OK 然後再將它 慢慢 用很多個小時 時間 令到它的油 慢慢浮出來 所以這個 根本不是 按 不是必不成 這個 smoking point 更低 是低於170度 這個就更加有 活性更高 茶麵 或者軟的食物 salad dressing 是完美的 但不要用來煮 如果 要用來煮的食物 之後 就要用這些 所謂的refine refine的食物 之後 可以抵著高溫 它可以去到 215度左右 其實是否真的高很多 其實不是 反而油裡面 真的是最高溫的 是牛油果油 avocado oil 它也有很多好處 另外我會推薦的是 Gee 就是clarified butter 即它將牛油裡面 脂肪和蛋白質分離了它 只要脂肪那一部分 它是去到252度 牛油果油 最高 第二就是 我推薦的是 Gee 252 接著還有 olive oil Extra light Extra light 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它將它裡面 油脂以外的東西 拿出來 令它的smoking point 可以高一點 就是250 sorry 242 Extra light OK 你要看一下 Gee 就是clarified butter 和普通的butter 相差多少 如果普通的butter 是121至149 而clarified是252 是相差百多度的 分別是甚麼 就是多了蛋白質在裡面 你明白嗎 所以如果它 process了 它拿走其餘多餘的物質 它剩下油脂的話 它的smoking point 是會高很多的 那 不要用那些甚麼 大豆油 菜油那些 我說真的千萬不要 用就用 牛油果油 或者這個refined的椰子油 Gee 這些都是適合煮食的 好嗎 OK 今天時間到這裡了 那我最後呢 就是看一看你們的留言 跟著呢 就今天到此為止了 就下個星期呢 就再來 那如果大家仍是有興趣想幫我讀書的話 因為我接下來仍是會有其他courses要報的 那 那就 多謝你們 那 會放在 接下來的post的重溫 那 那 你可以inbox我 非常之多謝你 因為我真的會去讀的 不讀我不會有話說的 所以要讀的 然後 會是可以很專題地說很多話 OK 最後就是支持了我讀書的人 我再一次感激你們 隨時有些什麼 即管問我 OK 讓我看看 吃椰子油不會便秘 當然不會 非常之容易 OK 有沒有聽過反同友 下一集先說 OK Don't tell Chan 太太吃椰子油和牛油都會反胃 這件事我真的幫不了 生酮湯水的食譜 下一集說 Bone broth 即骨湯 大骨湯 OK Carven Choi 就說 不斷看youtube重溫 有很多point要寫下 多謝你 幫我們增加click rate 這樣 有膽食 吃肥豬肉會令它痛 現在用椰子油煮食 是會好些的 椰子油 身體只需要經過三個步驟 就可以運用到 比起葡萄糖更快 比起其他油是十九個步驟才能用到 但椰子油是三個步驟 所以如果有膽食的人 生酮是可以 但你需要一些supplements 我可以打開其中一個聽種 一個很好的聽種 Kym 她給我的照片 如果你們有膽食的話 好像她這樣買這些supplements 我不是一定要這兩個牌子 一個 我指語分不到左右 我調轉了 這個黃色的 Lipicine 其實就是Lipase Lipase 就是身體用來分解脂肪的那種酵素 藍色的就是Bioacid Factor 它就是幫你吸收脂肪和分解脂肪 你要明白很多人由於膽 的功能藥 其實很多油溶性的維他命 營養素吸收不到 所以身體其實是會變差的 所以你這兩種supplements 就是Lipase酵素 和Bio salts 就是幫助你的膽汁分泌 都是會幫助有膽食 甚至割了膽的人去生酮飲食 好 再看最後的留言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留下 我下次記得就會回答 好嗎 先看一下留言 Rice Brand Oil Rice Brand Oil Rice Brand Oil好不好 Tea Seed Oil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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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Dig Deeper 我再回答你吧 好嗎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King of all oils King of all oils King of all oils 是椰子油 我剛剛才說完的 椰子油是三個步驟 就能夠被你身體作用 其他所有的油都接近要十九個步驟 OK 有些多有些少 但是是more or less 十九二十個步驟 所以椰子油是King of all oils 而且因為裡面的Lauric Acid 那個月桂酸 是一個天然的消炎藥 這個對身體非常之好 Andy Lee說 她太太不准你喝椰子油 I'm so sorry for you but you need to let your wife be updated OK 這樣就說 瘦到即是吃對了 如果你符合我剛才說的 那些點就對了 對吧 Dane Hill 超市食後 小小瓶都八十幾元 怎能吃得起 所以我很多cancer patients 我煮東西給他們吃 他們不知道成本是貴到你不相信 我們食後 我們用的centrifuge 那些這麼小瓶是三百多元 這麼小瓶 是的 這裡有多少ml 120ml 是的 120ml 150ml 300元 300多元 因為我需要最大的活性去幫助他們 所以是很貴的 其實真的是義工 我臉有什麼東西經常做 當然是貓毛 我嚇到別人吃不安 睡不樂 不會吧 半杯菜米等於三公斤 這麼恐怖 那些重量從哪裡來的 不是重量從哪裡來的 是因為它停止了你的脂肪 因為你insulin出動 將大量的糖 bank進去你的身體裡面 所以如果你本身的 新陳代謝已經慢的話 你真的不可以搏 生痛 可不可以鍛鍊肌肉 我想告訴你 我經常提到的 Professor Thomas Siffred 即是Cancer Metabolic Therapy 的泰斗 He is a runner and also幫美國海炮特工隊 Navy SEAL 去Design和Develop Ketone Supplements OK 的那位Professor Dominic Agostino 他是世界舉重紀錄保持者 他一天只吃一餐 一個小時 是生酮飲食 所以不要以為 生酮不可以鍛鍊肌肉 生酮的體力會變差了 即是荒謬到瘋 我更加生氣的是 那些 supposed to be medical professional 居然這樣誤導人家 是啊 生酮會害你 你猜海炮特工隊 美國政府 會不會請Professor Dominic Agostino 去做 supplement Amazon也可以賣 1200-1300元一個月左右 每天吃的話 但運不到來香港 你猜我不想吃嗎 OK 接受不了肥肉怎麼辦 你不就吃Nuts和油 Kelogenic diet is the key 對 對 對 我很支持無關 沒錯 我到今時今日 我還在乘惑 至於特首選舉之後 我真的沒有任何的心機 去做時事節目 因為我覺得 就是 哀莫大於心死 Yes OK 看不到 看不到 OK Now 說到這裏 應該就更新的了 是嗎 用雜訊 OK 有什麼問題 再發訊息給我 好嗎 Inbox 生酮飲食 或者我自己的Inbox 多謝大家 多謝你這麼有心機聽 Thank you Bye Bye